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蒙的无相之风 26-29 千锋散尽还复来 不代表最终品质 这风金碟还蛮大的 你家风金碟还蛮大的 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 美丽任务 世界Boss及其他 世界Boss 蒙的急动数34-36 眩晕 什么吗? 还不如冰雾花 急动数 清空 南风蒙的无相之雷 30-33 还有希侠哈斯波克立场侵蚀人禁计划 微笑就可以等成就 我们开始收集蒙德世界Boss的成就 首先我们来收集无相风的 我们需要准备雷元素角色 一路火元素角色 还一路水元素角色 加一个冰元素角色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摆到旺风商地的这个体壁点 到铁壁点以后呢 我们找北方向走 以怀 我们可以准备两个队伍 一个队伍里面 带四种元素 然后另一个队伍里面 有钟离带钟离 有巴巴托斯带巴巴托斯 有望页带望页 这里建议是 先看我视频做一遍 然后你们再来做 这样可以介绍很多的麻烦 我们先来这激活无相之风 可以来压低他的血量 那个剑男 不过没有我带在前面的伤人物 胆下坦才会用的 他会形成一个风场 你可以飞上去 然后飞上去可以躲避他的剑 等一下我们要吃那个 一级接吐 和 风金盒 风球吧 因为我们等一下吃风球的时候 做不到 如果没有垫脚 或者是没有 摊冲的角色 就含化色 来继续压他的血量 等他开始 变成了一道 龙卷风 就这样 我们晃除了安博 然后蓄力 射这一段 血把它尿 然后还会进进来 然后尿水 尿雷 尿冰 射热原色 尿王之后 我们再把它击败 就能获得一日成就 可以多次两色 接着 再把它击败 我们就能获得一日成就 第二次我们可以换队伍 如果没有骑到上述的三日角色 就很难受 我们吃不到这个 风球 要吃食着 吃了食着之后 这里 我们朝地上 我们朝内的球多的地方走 它会形成风场 我们就能飞上去 这样吃风球 一顿要吃食着 食着吃完之后 我们就能获得 另一个成就 带来的成就的话 把第一次击败 它会形成风场 我们飞上去 然后把所有的风球 一次性吃完 到一次性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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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击败 我们就能获得 下一个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 需要小伙伴 一起协助完成 一起讨拔 无相之风 讨拔完成之后 会获得我们的 另一个成就 好的 这期视频 这期视频 我们来授集 无相震雷的成就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段 满能量的凯亚 满能量的安博 加一度出出角色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四眼甲 这个副本 英智门界的副本 来到之后我们朝 东南方向 爬上去 准备安博和凯亚 所以了 最后 破那个 雷金河吧 都是 也是一样的 小伙伴们可以看我做一遍 然后你们再来做 我们首先来把它记活 他会用石头剪刀布来打我们 要接拳 这里可以带护盾角色 后久出阵潮 然后获得我们的第一日成就 如果我们没有护盾角色的话 这里要注意赌 让很容易爆笔会跟上的 之后 就先要慢慢压低他的血量 别把他打进 每个复活状态就行 等到三分钟左右 他会用一道雷墙困住我们 我们切除安博 把他打破 啊 呃 呃 呃 哦 那个 我们把他打破 获得第二日成就 立场侵蚀 之后正常把他击败 他分离出来 开启开来来的大招 再开启安博的大招 跟不上我嘛 好一次性把这些兵营全部 打破 打破之后 取获得我们的下一次成就 最后一次成就的话 也是需要小伙伴一起完成 一起讨伐 无限之类 好的 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揪揪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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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期视频我们需要一个火系角色来破盾 然后一个满能量的安博 他大招能量要是满的 再準備一個輸出角色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來到北風之郎的廟宇 借了提壁點 我們來找幾棟樹 小夥伴可以看我做一遍之後你們再來 這樣可以省很多事情 來跳下來找他 然後我們換出火系角色快速破盾 雙起來吧 冒險冒險 注意一下他的攻擊 躲避一下 別被打死了 好第一次躺晃 然後等他站起來 一點我們腿後出方補 帶他放這個技能的時候 任一隻蘇伯爵再開個大 就會獲得我們的成就 好的獲得了成就之後 我們回到剛才的副本 然後再去找他 這次我們要把他打死了 但是只能打破他下面的弱點 就是剛才 他不是有兩隻弱點嗎 一個是在下面 這個 只能打這種 在頭上的他不能打 送開了吧 你傷害中的話 垂宇套進來把他秒了 連垂宇叫小夥伴過來一起打 就這種他不能擊破 好的 擊敗之後我們就能獲得下一個成就 什麼嘛還不如冰霧花 如果交小夥伴來的話 還能 我得另一種成就 好的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記得關注再走喔